为什么军备团径不能丢武器呢? 吃鸡的其他团径都能丢弃武器,只有军备团径不能 其实不能的背后有两个原因 一,军备团径只有一把武器 军备团径和其他团径有个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枪械不是自己选择的 其他团径都是用自己选择的两把主武器 武器可以自由搭配,而且还能舔敌人的武器 地图上还有武器箱,里面的武器也能捡 所以才加入了丢弃武器的功能 而军备团径只有一把武器 击杀敌人不会掉枪,地图也没武器箱 当然不能设置丢武器了 不然武器丢了,难道用拳头去和敌人打吗? 二,让玩家专注钢枪 其实军备团径不仅不能丢武器 连背包也是打不开的 原因嘛,很简单 就是让玩家专注于钢枪 不用在意其他的任何事情 因为不能丢武器,不能捡武器 不能打开背包查看 那玩家就只有专注于钢枪了 毕竟其他事情也做不了 小伙认为这个设定还是很正确的 小伙伴们,这次你们怎么看呢? 我们下期见